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坛 今天带来一部王家卫的武侠片《一代都师》 对于王家卫的电影风格 相信很多同学都是印象深刻的 在一个雨夜,叶文一出场就要打十个 随后,噼里啪啦的一阵操作 倒下的可不止十个人 随后,叶文开始回忆自己的前半生 龚宇田是北方武林的带头大哥 最近他准备金盆洗手了 在北方办过一次退役仪式 然后来到南方准备再办一次 根据习俗,退役的时候 南方武林会派出一名高手与龚宇田过招 而南方的各位大佬一致表示 只有你叶文才能堪当大任 随后龚宇田拜访老哥哥 在和老哥哥的谈话中 龚宇田表示自己不是想出风头 而是想提携后辈叶文 希望叶文能够继承自己的理想 将南全北传 叶文到了金楼 在与南方各门派的大佬比试中 了解到了龚宇田的套路 随后与龚宇田的比试正式开始 但是龚宇田表示 这次我们不比武功比想法 龚宇田拿出一个烧饼 说五有南北,国没有南北 你能不能掰开这块烧饼 叶文回答 天之大又何止南北呢 顺便还掰开了烧饼 龚宇田的女儿龚若梅 看到老爸败了 非常不甘心的给叶文下了挑战书 两人在比武中产生了好感 但彼此都没有显露 最后两人向叶在东北见面 很快日军清华 佛山沦陷 叶文一家从衣食无忧 到饥寒交迫 很多老婆又被杀 连叶文的女儿也因为饥饿而死 在东北这边 龚宇田的土地马三 投靠了日本人 龚宇田因商去世 龚宇田的女儿龚若梅 去找马三报仇 马三却表示 因为龚若梅许亲了 没资格报仇 随后龚若梅毅然退心 复仇马三 此时的叶文才知道 人生中最高的山不是武学 而是生活 抗日胜利后 叶文为了生活来到香港做土 虽然有不少不长野的前来踢馆 但是都被能打十个的叶文 给打趴下了 后来叶文在香港见到了龚若梅 向龚若梅讨教龚家绝学 却被龚若梅拒绝 之后叶文又遇到龚宇田的老哥哥 老哥哥告诉了叶文 龚家的很多事情 时光温然 龚若梅因为在和马三的打斗中受伤 身体逐渐的吃不消了 后来他邀请叶文听戏 在这里龚若梅敞开心扉 向叶文弹露出自己对叶文的爱意 不过龚若梅也知道 自己的爱意只能是爱意 再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了 后来龚若梅相消欲损 两个人之亲的情感纠捆 再也没有后续了 之后香港和大陆断了联系 叶文的永春 随着叶文名声的传播 逐渐被世人俗知 叶文也自此成为一代宗师 其中叶文最有名的徒弟 就是至今影响着世界的功夫巨星 李小龙 电影根据剪辑的时间线 分为几个不同的版本 每个版本虽然讲述的意思都一样 但是对初看的人来说 不同的剪辑版本 就能给人不同的感受 就像是无间道 如果不按时间线去看 那么很难第一次就完全看懂 一代宗师也是如此 叶文的后半生 一直对公家六十三手念念不忘 毕竟这是叶文一生中少有的高山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